哇塞 我竟然是啦啦隊的一員 跳了一年之後就發現 欸 懷孕了 很多人就說 當媽就是要失去自我 不大做特殊 我到現在你有覺得 為這個決定後悔過嗎 只要是跟老公吵架的時候 我都非常後悔 哈囉 大家好 我是Sunny 哈囉 我是曉筠 歡迎收看媽咪 Talk 今天我們邀請到的特別嘉賓 就是我們Oh媽咪Ho裡面 其中一位最年輕 最可愛 最有活力的 啦啦隊美少女 玄玄 耶 好久不見 玄玄 她是我們這裡面的學姊 雖然她年紀最輕 但是她比我們還早生孩子 對 得意什麼 叫聲玄玄 學姊 玄玄 但大家都比較知道 就是因為玄玄之前是 中姓啦啦隊的 Pachian Sisters 對不對 當然大家也知道 你就是我們Oh媽咪Ho裡面的 歌唱擔當 你沒有家朋友之前是我啦 開玩笑啊 我等一下就給我你來一下 我拿手歌曲就會煎熬 所以今天就要請玄玄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在工作上面的甘苦談 還有成為媽媽的一些新的想法啦 耶 其實因為玄玄那時候在加入啦啦隊之後啊 算是你真的是事業蠻如日終焰的時候 然後就沒多久就選擇生孩 就離開 結婚離開了 我覺得當初要去做這個決定 這到底怎麼 對啊 而且你那時候還很年輕 那時候懷孕的時候幾歲啊 我懷孕的時候26 26歲 我才剛大學畢業沒多久 都還在喝酒吧 沒有 那時候到這邊換男朋友 我覺得算是一個轉型的時候 那時候 因為其實我原本就是 show girl 然後運者接活動 然後跳一跳之後發現 就是有那個機會到啦啦隊 對 然後覺得哇賽 我竟然是啦啦隊的一員 就是大家都很嚮往的一個工作 然後跳了一年之後就發現 欸 懷孕了 然後生完一年之後 我又再回去 一年 我還有再回去 就其實那一年有一點算是想要 證明自己 因為我知道 這麼年輕去生小孩 沒有辦法再像大家這樣子 光鮮亮麗 那時候其實我自己心裡很 妳還是光鮮光鮮 妳還是光鮮光鮮 妳知道我生完小孩 我生小孩胖了12 13公斤 其實這個算是很合理的 沒有時機欸 所以你都瘦回來了 真的假的 但那時候沒有瘦回來 沒有瘦回來很多 就是還卡在一半 所以我那時候 其實心裡一直覺得很難過 然後就覺得 怎麼自己變成這樣 然後照鏡子拍照 我都覺得好醜 因為那跟以前那個形象很差 對 然後因為你知道 不瘦又不能懶頭髮 對 我就看著自己的布丁頭 然後臉就是跟月亮一樣圓 然後就想 哇塞 這是誰啊 然後其實我那時候就很難過 覺得我們就是 再回去一年 我就跟公司講說 我可以再回去跳一點嗎 然後他們很大方就覺得 OK啊 大家都是就是We are family 對 就是中性的一個台詞 大家發現 欸 好像老了 哈哈哈哈 其實還是跟不一樣了 就覺得好累喔 然後就是大家怎麼可以 就是這麼長啊 棒球他打的時間非常的長 而且有時候還會加起來 對 還會打到半夜喔 至少三四個小時欸 對 然後他們那三四個小時 我覺得很可怕的是因為 體育台很喜歡轉播 拉拉肥 或是場面的女生 我之前就有去那邊 然後一邊邊吃香 然後一邊拍到 就很醜 所以我跟你講 那時候好像是不能有死角 對不對 其實我很常臭臉 就是因為我很常不太煩 你看他不笑的時候 你看他的臉 真的蠻兇的 我以前不敢跟他講 我以前我頭場空的時候 天啊 是今天這個心啊 我就是不笑的時候 大家就覺得我很兇 臉很臭 從頭到尾都要笑 而且是菜的笑 對 露牙齒喔 你在看台上面 我們在上面跳映圓 其實下面的觀眾 每一個人都看得到你 所以你只要有一個動作是 就是跟大家不一樣 對然後或者是鬆懈 就很明顯 力道不夠 對 啊那個 很累耶 那個會瘦吧 就是欸那時候真的很快就瘦了 那一年會瘦 對那一年 所以你其實那一年不是要正名字 就是要講話 那你是怎麼從 大家隊轉到變成歌手 歌手 我是先開始接觸婚禮 他媽媽也是婚禮歌手 就是那一首歌 才可以 我才變成了一家 其實我覺得這一個部分也很辛苦 就是因為現在我們婚禮幾乎都是要唱 爵士樂 但我完全不懂 因為你不可能在婚禮的時候放電音啊 誰要這樣做啊 那所以呢 在你從職棒然後轉到歌手 這個心情的轉變 我覺得會讓我比較想像不到的就是 好像有一雙手一直在推著你一直在往前進對不對 對尤其就是因為有孩子 對然後你還是一直 對然後你看你有孩子之後 你還是繼續當啦啦隊 你還是去唱歌表演 那你覺得這當中 最難讓你平衡過 最辛苦的地方在那邊 嗯應該說是我覺得 調整心態這個部分 因為很多人就說 當媽就是要失去自我 我覺得這句話真的是 大作特色 我覺得我們以前都變這個框架 框柱 你會覺得我們在家裡笑子 對 我覺得 你就應該回家洗碗做一桌菜什麼的 因為像是 有些朋友啦 他就會覺得 你都不用煮飯嗎 這樣子 不是我為什麼要煮飯 他說你不是結婚了嗎 對 為什麼不要回家煮飯 誰可以說結婚就要煮飯啦 我說我就吃外食不行嗎 結婚一下吃便當啊 奇怪了 開心結果老公沒講話了 那小孩吃什麼 小孩吃便當會一起吃啊 他就覺得 哇 你不用煮給你小孩吃另外的東西嗎 我們說小時候可能要 可是他長大了 對啊 然後他們就會覺得 你應該就是要在家裡 先生回來 準備熱湯給他 準備什麼給他 沒有 你身邊的人不是說年輕人嗎 沒有就是長輩啦 然後再來要調適的就是 因為我身邊的人都還未婚 個人未婚 沒有生小孩 所以其實我要找朋友出去幹嘛 都很麻煩 經過沒有聚會了 或是大家就想說 許瑄有老公小孩了 算了就要找他這樣子 就是他們其實會找 他們找了 可是你一直拒絕 大家就會追啊 不知道不好意思我兒子怎麼樣 然後我就想說 算了不要找許瑄了 然後他還會來 可能要帶兒子去 他們都說好啊好啊 可是 我不行 很累 他說你放在那 沒關係我們大家可以幫你顧啊 可是不行 我 但是我小孩我必須要看好 帶出去就是一種錢 然後你就會覺得我沒有辦法好好享受這個主 然後朋友比如說 零食約 我等一下晚上下班去哪裡 我現在很難零食欸 我沒有辦法 而且你知道 我其實我有事情的時候都是給我媽媽顧 我連給我媽媽我都覺得不好意思 已經不是給婆婆了 但是是給媽媽 我還是覺得 我好像自己去外面享樂 然後媽媽在家幫我餵 我也想 我也想 而且他們都說 媽媽的不好意思 我媽的不會 他說那你不去 沒跟想 我覺得你們真好 有得丟 我沒有 沒有太遠了 沒有 然後我也是會就是 偶爾帶媽媽出去玩一下 還是要靠賞玩一下 我其實都給我媽幾張照片 很好很好 這個合理 給媽媽顧之後 我會只有工作的時間 才趕出去 對 然後 所以現在趕快回來接手 就會覺得說 我趕快接回來 不要給大家造成困擾 因為畢竟孩子是我的 雖然媽媽這麼好幫忙照顧 可是畢竟他們年紀也大了 對 然後或者他也想要有他自己的時間 對 但我覺得 你媽媽把雅羊帶的還蠻好 這個真的是蠻感謝 因為雅羊現在所有的舉動 跟言語 其實都是幾乎都我媽教的 媽謝謝你喔 謝謝 謝謝我們下面 那我就繼續做完啊 到現在你有覺得 為這個決定後悔過嗎 或是覺得 唉 我那時候應該要再管一下這樣 只要是跟老公吵架的時候 我都非常後悔 所以我覺得問題出現在老公 我們待會下去爆打他一堆 就是會覺得有一點點 我當初不要這麼早生小孩 但是因為我基於我懷孕了 我不可能把他拿掉 知道有小孩之後 登記然後能演課這樣子 所以那時候 有點算是逼不得已 因為其實我的對象是 我會跟他結婚 只是不是現在 這是一個女的這樣 對對對 所以只是加速了 對只是因為 整個都快轉了 對 而且我們沒有享受到兩人世界 對我覺得真的很重要 所以呢 如果你是年輕媽媽 你想要結婚我覺得很OK 但是先不要生小孩 好但是如果你真的生的話呢 也沒關係 我現在很開心 是我兒子已經兩歲多了 他已經聽得懂人話 可以跟我出去是乖乖的 現在出來 有人說是我弟啦 這樣還蠻好的 所以我覺得 覺得年輕的媽媽 我覺得一定要先愛自己 先把自己的狀態弄好 別人才不會覺得 你為什麼那麼年輕 就把自己弄得歐巴桑 或是寶貝 對 對你自己看自己 都會心情不好 我覺得不管女人 是幾歲到幾歲 生孩子都一樣 就是要先愛自己 對 你不要覺得說 我是媽媽的 我就要把所有的愛給我的孩子 真的不要 我覺得你還是要先愛自己 真的 當你自己心態是OK的時候 你在照顧小孩子的時候 你都會是開心的 而且也是開心的 那如果說 再給你這樣子的選擇 回到二十六歲那一天 直到說 天啊兩條線了 你還是會想要把他生下來 我還是會啊 雖然我那時候知道的時候 第一件事是打給老公媽 我覺得如果年輕人想要 那就是年輕一點的 想要生小孩的話 就把心態調整怎樣 我覺得是可以很OK 早生早享受 對 晚生也是有晚生的 也是先享受 你們也沒有很晚 我們是享受在前面 對啊 有沒有享受到 對啊 他享受很多喔 他享受好多的喔 他享受好多的喔 比我們來第一位好多 他不出來第二位 哪有啦 一起 哪有啦 一加三 那我們就知道 那我們就是 年輕人 在給我們所有 年輕的媽媽們一個建議 建議喔 就是 保險套戴好 這個很動耶 保險套戴好 我們想要大家加油囉 對情全全之後 再跟我們分享更多的有趣的事情 還有可以 也可以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羊羊的那個教養的動作 對啊 羊羊真的很棒 對啊 好啦 那我們這一集 MAMI TOUR就到這邊啦 拜拜 我們下次見 記得幫我們訂閱一下 MAMI TOUR 開啟小鈴鐺 記得幫我們分享囉 拜拜